一千块一杯的橄榄枝 你喝过吗 会我家楼下七块钱的好喝吗 走 我们一起看看去 要一杯一千块的橄榄枝 真的 这里点一杯橄榄枝还需要预定 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交了一千块的丁丁了 谢谢谢谢 终于来了 他们为什么一千块钱不给他整的好 这样的包装 当然我现在很想赶快尝一下 这一千块橄榄枝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但是老规矩 我家楼下七块钱一升的橄榄枝 就是普通的糖水 甜甜的 干干的 然后有点大自然的味道 感觉冰一下会更好喝 那么一千块钱的橄榄枝 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我们现在再来尝一尝 哈哈哈哈 他在玩一千块钱 他入口是那种干干涩涩的 现在到嘴巴里面有点回甜 这可能就是金钱的味道了吧 刚刚这一口两百块 我醒头了 你好 请问是古店长吗 您这个橄榄他用的是什么橄榄呢 哦 商业秘密 对比了一下七块钱一升的橄榄枝 它有点像在社会外面打冰了很久的人 喝到的味道就很丰富 但是会很工业 但是这一瓶 它真的就像一个青色的少女 很青春的一种味道 它这个其实味道完全就跟橄榄一样 你直接吃橄榄也是这个味道 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那个青色的少女味呢 哈哈哈哈 这个玩意嘛 真的就涂个